他的低配的车型是30多万 高配来到了40多万 BBA的传统对手 那可是豪华品牌 皇冠虽然品牌是够有情怀 但是呢 要直接撼动他们这个市场 还是我觉得挺难啊 确实压力比较大 此时此刻 我是在这台车还没有上市的时候 试到这台车 而且还是在大家看到 是珠海的赛车场 真正能看到我们的视频 是在一个月以后 因为有保密协议 因为这台车确实是没有上市 好了 卖了那么多关的 那么这台车也是我的情怀车了 就是我们眼前这台皇冠 小米说到皇冠 大家一定很清楚 这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品牌 在2003年的时候 我也有幸开到了 第12代皇冠 当时是皇冠第一次引入国内生产 是在一汽丰田 那么真正实现全球化 是在这一代 16代 也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 推出了全球车型 它一共推出了4款 那么在2023年 也就是今年 要引入到我们国内 目前大家看到这款车 是Spot Cross 也就是皇冠的 用字面意义上解释 就是运动和跨界 这么一个车型 今年还会引入一款 皇冠的一个车型 叫Sedan 那个是一个传统的轿车 或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皇冠 就是偏向于轿车 行政化这么一个车型 皇冠这款Spot Cross 这个车型还是很运动 首先有两个特征 首先它的外形是一个 溜背式的外形 这个典型的一个Cross风格 那么第二点 采用了双拼色的车身 这也是运动化的特征 而且车身的高度 大家看到底盘的高度还是挺高的 所以有人愿意说它是一个 跟SUV跨界 但是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 它就是一个底盘 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的一个车型了 外形大家见人见智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视频的一个呈现 那最重要的一点 它的车灯设计确实是很亮眼 这台车是一个高配车型 所以采用了一个四个灯珠设计的 这么一个LED大灯 那么低配的是采用单透镜的模式 同时它的灯带是一个贯穿式灯带 这个与车尾的灯带是形成一种呼应 最重要一点 这个车的侧面线条真的是很好看 尤其是从C柱延伸到D柱的一个溜背造型 真的是让你看上去 这个车就是一个轿跑风格 而且高配车配的是一个21寸的轮毂 真的是很大 扁平比非常好 所以这台车从侧面看非常漂亮 但是我们眼前看这台车 它是一个19寸轮毂的 它的整个全系除了19寸轮毂 就是21寸轮毂 应该说整个内饰设计 还是典型的一个日系车 那种对豪华理解的这么一个设计氛围 当然它自己的设计师叫 把它定义为叫导饰的一个设计风格 什么叫导饰 也就是这儿 这儿以及这儿 形成一个三个小岛 把人环抱到中间 但是这台车 因为我们今天派的这台车 是一个低配车型 它没有采用那种双色的一个车内饰设计 全部是黑色 很难体现出这个导饰的 高配车采用双色的车内饰设计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采用同样的配色以后 会感觉像三个小岛 把你环罩在中间 这是一个设计理念的概念 见仁见智吧 LED的仪表清晰度非常非常高 那么中控台这个部分功能性很强 同时采用这种电子挡霸 挡霸很小 握感很好 下面是驾驶模式选择 以及EV模式的一个选择 整体来看很紧凑 但是功能性确实很强 这也体现了日系车的一个 对这种实用性的一种理解 尤其是大家看 这个有一个无线充电的口 手机是要竖插进去 无线充电 这个设计是极大的节省了 这个车的一个空间 我们经常看到的 车的无线充电 是把它平铺在上 那么整个这个位置都被浪费掉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 确实能节省不少的空间 Type-C的一个充电的口 包括槽这个位置 设计感还是很强的 那么在空调这部分 它保留了大量的空调 机械按钮的这么一个控制区域 这个我要给点赞 我常说现在很多车型采用这种 触摸屏甚至是无按键的那种设计 真在忙操作的时候 在开车时候忙操作 非常不方便 影响驾驶安全 那么采用那种机械式的钮 保留一部分 真的是非常合理的 你可以忙操作 手摸上去大概的位置都能摸得到 触感还是不错 那么中共屏的 这个大家看到 这个尽管我们常常就是吐槽 传统车企在这方面 不如这个新造车事例等等的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 确实丰田在这方面 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 整个屏幕看上去非常的清晰 而且这个灵敏度很高 而且这个车是可以实现车机互联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现在该有的功能它都有 而且还有这种数字化钥匙 也就是我们拿一个手机进行滚绑以后 进入车就不需要这种实体钥匙 包括启动车辆开走都没有问题 甚至你可以授权给别人开走 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操作 这还是很方便的 我们现在是在这台车的后排 应该说后排空间大家还是一目了然 大概有一圈零三指的一个距离 这样的一个腿部空间 它的轴距是2850毫米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还是不错的 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当然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突起 所以这个中间坐人的话 相对来说舒适度会差一些 但是它深度有 大家看到我腿脚放这儿 还是不是很卡的脚 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 也能坐人 短途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长途确实是坐垫比较高 舒适度相对差 但是坐在这个位置真的是很舒服 因为它坐垫的舒适度真的很好 大沙发 副驾这个座椅上有老板件啊 这个也是体现了这个车的一个定位 毕竟是皇冠车 所以它可以通过这个N件来调整 这个前排座椅的这个距离啊 实现老板位置的这个空间最大化吧 那么皇冠的Sport Cross这个车型呢 匹配了两套动力系统 一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2.5升的HEV的一个动力总成 这台动力总成啊 目前在一汽丰田的路放啊 等等这些车上都采用了 也比较熟悉 那么另一套是今天我们重点体验的 就是采用2.4T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的HEV系统 这套系统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它的动力值非常牛啊 它的最大扭矩达到了551牛米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电驱 也就是它的四驱是依靠电驱来实现的 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路放上感受过的E4 但是此E4非比E4 在这台皇冠上采用的一套E4 是一个加强版本 最大区别就是后桥的电机功率更大啊 实现了跟前桥电机基本上功率是相同的 而我们在路放等车型上看到那个E4的四驱呢 其实后桥电机非常小 起到一个偶尔辅助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在这台车上 那么后桥的电机的功率更大 也就实现了它的真正的一个四轮 这个动态的一个平衡 所以它在赛道上的表现还是值得期待的 我们现在试驾这台呢 是采用的是2.5 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这个HEV的版本 是个两驱车型 对于这台车我还是很好奇啊 跑起来感觉怎么样 我们可以慢慢来体会 应该说 它这一次第16代皇冠引入国内呢 它有两个版本动力总成的啊 一个是这个2.5 我们现在试驾这台还有一个是2.4T的这个 基本上2.4T的这个车呢 肯定是更运动 那么2.5呢 可能更偏向于日常行驶 但实际上在赛道 你看刚才过这个slalom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个 悬挂呢 还是比较软啊 确实是比较软 整个的后悬呢 但是它能拉扯住 这个感觉很明显 我们下一车可以给大家跑一个速度稍微快点啊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整个动态的表现吧 基本上还是比较干净的啊 整个动作也比较干净 但是我感觉到啊 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嘶吼声啊 没有像现在装装配在这个路放啊 这些车型上这个2.5升那个发动机总成的 那么嘶吼啊 整个的噪音控制要更更好一些啊 我觉得更舒适一些 毕竟这是一台皇冠车啊 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的取向的 就是舒适性取向 好前面我们是一个直脚弯啊 转转 我们要记住大直道 这个珠海赛道这个这几个直道还是很爽的啊 我们先来油门到底 看它的加速 并不是很暴躁 没有那种强烈的推背感 但是很轻松啊 现在已经150了 对 160 对 车位起来点 整个这个整个车尾 大家看到刚才斯拉隆的速度很快 80多 基本上它的整个这个车的后尾啊 有一个明显的翘起 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取向了 就是舒适性更好一些 但是呢 在运动性方面呢 它确实是做的比较软了 就是看你是要买这车要干什么啊 来到这个大的直道后面的一个右性弯 这个弯对我来说记忆犹新啊 以前我在试车的时候 尤其在跑比赛的时候 我曾经推出过这个弯啊 这个弯心出去过 确实对这个弯记忆犹新 这是在这个整个珠海赛道来说 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记忆犹新的一个弯心 控制跑车速 就很容易从刚才那个直道连接 这个游行弯推出去啊 这个我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 那么我现在试驾 就是这台皇冠啊 就是16代皇冠的 Spot Cross这个车型的新车型啊 也就是2.4T版本的 那么这也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个车型 为什么说 因为这个动力总成啊 未来有望引入国内 那么这个动力也是很强劲的啊 这个2.4T的混动 那么它整个的最大的马力达到了350马力啊 最大扭矩更是达到了551纽啊 这个扭矩也是很惊人 所以呢 因为有这么大扭矩 它这个混动系统 没有采用我们熟悉的ECVT啊 而是采用了6AT 因为那个扭矩突破500牛 这个如果采用CVT容易刚在打滑 所以我在这套动力总成上就采用了6AT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斯拉笼啊 刚才在这个2.5车型上能感觉到那车的姿态啊 稍稍有些软啊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姿态要比刚才2.5次系的那个版本要稍稍硬朗一些了 又到了我的梦魇之弯啊 大家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说了 这个弯曾经我在跑比赛的时候啊 推出过几次 这个这是一个这个 我个人认为珠海赛道的一个啊 设计bug啊 确实一个U型弯看不到头 突然进行一个胳膊肘弯 就很容易你看不到就推出去了 明显感觉到这个车这个2.4T的版本动力要更好 好很多啊 比2.5 所以如果要是运动的话 这个车我觉得是更好玩一些啊 确实是更好玩一些 应该说这台车551牛米这个扭矩啊 确实是在加速的时候这个优势很明显 确实有一种推背感 而且是随叫随到的动力 大家看啊 进完新在起速的时候这个这个整个这个动力输出啊 大家感觉到了吗 是车是被U了 而且这个电控四驱很有意思 EFO 很明显感觉他的电控四驱是在在主动控制你的车的姿态 你的车的后轮是甩不起来的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感觉 当然我也之前我看了一些资料 有人说什么电机反转啊 什么的那些神乌气什么东西 目前看啊 因为时间短 我还没法去详细的去感受 他这个电机真正的干涉这个车身姿态的这么一个动作 但是确实是这个 EFO这个四驱对于这台车在赛道上的表现确实提升很多 要比刚才我们试驾那个2.5的两驱版本啊 要好太多了 因为那个刚才两驱版本在做斯拉隆的时候 很明显啊 他是在车身滑的比较厉害 车身有点拽不住了 今天我们在赛道上体验了这台皇冠的Sport Cross这个车型啊 应该说两款车型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刻 首先呢 第一台也就是我们试驾那个2.5动力总成的这个车呢 更偏向于舒适性 或者说是更考虑的是我们的日常驾驶啊 他在这个行驶的静谧性上 NVH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了 更重点是我们试驾这台2.4T的一个动力总成的车型 确实是动力感受会更好啊 好很多 而且呢 他这个加强版的EFO的四驱呢 确实是能够给这车的动态表现提升不少 那么问题来了啊 对于皇冠这台车 它的低配的车型是30多万 高配来到了40多万啊 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目前在国内的市场上应该说竞争对手还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BBA的传统对手啊 那可是豪华品牌 皇冠虽然品牌是够有情怀 但是呢 要直接撼动他们这个市场还是 我觉得挺难啊 确实是压力比较大 而且呢 这样的一个配置 这样的一个价格呢 对自己的老大哥 也就是雷克萨斯会有一定的冲击 所以呢 我觉得皇冠目前这种售价 还有它的一种表现来说的 我觉得车产品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车确实是一个好车 而且开起来也非常不错 在市场定位和市场的未来表现上 确实压力也是比较大 至于有多少人愿意为情怀去买这台车 我们还要看它未来上市以后的一个表现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台皇冠车的 当然我也是一个忠实的皇冠粉了 至于你是不是对这台车怎么样 那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下面 与我留言进行互动 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